小方閣裡印著巷獅虎八種動物圖案 看誰能先進攻到對方的受血 不只比腦力更考驗記憶力 迪化207博物館推出玩舊童年桌遊特展 展出近百件60到80年代盛行的桌遊 勾起民眾童年回憶 那我個人是最喜歡的就是早期的大富翁 因為他算是非常經典 算是我們那個年代所有孩子共同的記憶 那還有像是陸軍旗的系列 因為早期我們抗戰意識蠻濃厚的 軍民一家親 所以跟軍隊作戰有關的 那在南深之間非常流行 所以那個部分我也非常的喜歡 那就是有這兩個為主軸 然後推廣出去的其他 我只要覺得特別的 我都很想介紹給大家 展場中還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大富翁桌遊 像是依照1974年十大建設命名的大富翁 以及幸福人月球探險等 除了從遊戲的圖像設計看出時代氛圍 也可以從桌遊了解到當時的時代背景 其實現在的桌遊跟之前的桌遊有一個蠻大的不一樣 以前的桌遊還是比較在一個大的議題上面 例如說它可能跟社會有關 跟交通有關 或者是跟生活環境有關 但是現在的桌遊走的非常的細緻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桌遊 它可能以歷史的某一個區塊 像日治時期的大轟炸 然後或者是它裡面可能要講教育 或者是它裡面要講環境 所以它分的細的程度呢 跟早期的這樣子的桌遊 有一些蠻明顯的一個差異 迪化207博物館玩舊童年從即日起展出到2021年4月11日 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參觀 回憶在沒有手機童玩的年代桌遊帶給人們的歡樂時光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